男人为了得道成千,竟然苦苦修炼了一百年也没能成功,虽然每次重要考试的时候他都是第一名,可一旦准备前往仙界,师弟师妹们都能飞升成功,唯独只有他一人会被天雷劈下。 看着男人生无可恋的表情,想必他也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。 师父,为什么每次飞升考试,我都会被雷劈中呢? 你别老怪雷啊,你还有衣室未了。 你老这么说,到底什么事啊? 可面对天雷的询问,师父每次都会说天机不可泄露。 为了庆祝几名弟子成功得到,师父就准备带着他们前去镇妖寺,来见识一下真正的大妖。 而身为蹲集生的天雷则被留下看家护院,然而不甘心的他也悄悄地跟了过来。 等看完大妖的几人都离开后,他就变成师父的模样,偷偷溜进了镇妖寺。 可此时的天雷却并不知道,就得他进去的那一刻,另一边的师父已经全部知晓。 镇妖寺内有着成千上万个牢房, 凡是被关进去的大妖,无疑不是曾经威震一方的霸主。 就在天雷正四处张望时,一个门口飘着雪花的牢房将她吸引, 之间里面住着一头漂亮的白衣美女。 你是只妖! 小女子被亲人遗弃雪山,被恶灵附体。 从此以后,无法控制体内寒气,变成了一个不仁不妖的怪物。 听到这儿的天雷,顿时就来了兴趣,因为师父曾经交代过, 所有的妖都穷凶极恶,遇见了千万要躲开。 可在今天看到后,天雷就暗死揣,为什么妖怪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的? 而就在这时,美女突然又表现出一副很冷的样子, 她请求天雷将旁边的火盆拿过来。 单纯的天雷并没有多想,于是就起身准备端起火盆, 可此时的她却并不知道,这里面的火焰是镇压雪妖的三位真火。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,雪妖成功地从镇妖房里逃了出来, 其他的大妖见状也都纷纷探出了头。 就在天雷一脸懵逼的时候,一旁的石像突然发生了炸裂, 只见一个拿着大刀的男人从里面蹦了出来, 原来他就是负责看守镇妖寺的玉神。 看到逃出来的雪妖,玉神一个闪现就来到了她的身后, 可雪妖的法力高强身为玉神的她也一时间无法招架, 很快就被对方一掌给打倒在地。 法英怪在天雷赶忙祭出两道灵符, 然而这种小妓俩根本进不了雪妖的身。 趁着旧兵还没赶来之前,雪妖就带着天雷逃离了这里, 他们一路来到了凡间的关公庙, 将正在祭拜的人们全都给吓跑了。 而此时的天雷已经快被冻成了冰人, 就连雪女也被寒气冷得吃哆嗦。 两人在烤火的时候,天雷就说出了心中的疑惑。 你是雪女,何会怕冷啊? 我浑身被寒气侵蚀, 一旦怨气积攒,身体虚弱, 就无法压制体内的寒气。 可就在这时,关公庙外飞来了三名天将, 他们是奉玉帝之命前来抓拿雪妖的。 听到冻军的天雷赶忙出来查看, 来人正是自己刚飞升的三个师兄妹。 还没等他们叙救,雪妖也从庙里走了出来。 虽然几人已经得到成仙, 但他们并不是雪妖的对手, 只见他使用了一招绝对零度, 直接将几人给冻成了冰棍, 就连一盘子天雷也被震出了原形。 可就在雪妖看到她的真实长相时, 思绪顿时就回到了几百年前, 原来天雷长得很像她前世的爱人。 这个和尚扒开衣服, 然后趴在了美女的身上。 公子家中, 可有妻小。 听到了男人的话, 美女顿时就来了兴趣, 她一把将对方扑倒, 男人也立马露出了享受的表情, 可此时的她却并不知道, 这个美女其实不是人。 原来, 女人是一只怨念极深的雪妖, 就在几百年前, 雪妖还是一个良家妇女, 她和爱人过着南耕女车的平凡生活, 可没想到, 就在一个暴雪天, 男人将她卖给了一个地主的傻儿子, 得知此事的雪儿就来到了雪山上躲避, 看着前来寻找自己的地主, 不敢露面的雪儿也渐渐失去了知觉, 最终带着对男人的怨念, 变成了一只强大的雪妖。 从那以后, 凡是见到被信弃的男人, 雪妖就会将她给动成冰棍, 因此玉帝就下令将她关进了镇妖丝, 结果却被贪玩的天翼给放了出来, 可让雪妖没想到的是, 天翼和曾经那个傅心汉长得一模一样。 你是他? 雪妖拨开她的衣服, 并没有发现胸口的印记。 你中了我的冰魄冲击, 百日内无法使用仙素, 不要让我再看到了。 看着师弟和师妹都变成了冰雕, 天翼就发誓一定要将雪妖抓获, 可如今自己的法力已经被封, 出道人间她又身无分文, 于是饥饿难耐的天翼就来到了包子库, 我是神仙, 现在被封了法力, 能否先借我两个? 我是青天大圣, 我穿大神仙! 这时, 一个乞丐将她拉到了一旁, 天翼发现此人正是看守真妖丝的玉神, 经过她昨晚的发现, 雪妖好像对天翼有着爱慕之心, 所以才没有将她动成冰棍, 于是玉神就决定和天翼一起, 利用一种秘密武器来对付雪妖。 是吗? 那是什么? 那我怎么要?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, 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巷子里, 看着玉神的出水量竟然和我的也不相上下, 与此同时, 雪妖正在吸食一个男人的惊魄, 眼看对方就要隐恨西北, 感人的玉神直接一刀劈开马车, 成功地将男人救下,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, 天翼端着一盆童子尿准备从身后偷袭, 可没想到雪妖周围的温度太低, 童子尿竟然被冻在了盆里, 眼见计划已经失败, 玉神也只能提到硬上, 看到雪妖准备放大招, 不想武德的玉神竟然将天翼给推到了面前, 结果一个亮相, 两人直接亲到了一起, 就是这么一口, 让雪妖冰封的心彻底沦陷了,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, 玉神一个闪现来到了雪妖的身后, 一刀劈在了他的肩膀上, 玉神, 你中了我的斩妖刀, 我看见还能扛多久, 兄弟, 你撑住啊, 我会回来救你的, 看到玉神已经逃走, 中了斩妖刀的雪妖只能将天翼给带在身边, 他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茅草屋, 经过了这么多日子的相处, 两人也心生了情谊, 结果就在天翼给雪妖清理伤口的时候, 随后两人就在浴缸里交流了一番, 66秒钟之后, 雪妖又突然发现, 天翼的胸口上有着一个印记, 竟和当年那个傅希汉身上的一模一样, 看到这儿的雪妖立马就翻脸不认人, 准备将天翼给活活冻死, 可最后雪妖还是下不去手, 于是就将傅希汉的事情告诉了他, 听到了雪妖的描述, 天翼就准备帮他算出此人的下落, 结果一算不要节, 却发现自己的前世就是那个傅希汉, 还没等天翼反应过来, 雪妖的伤口突然爆裂晕倒在地, 这时一阵笑声在耳边响起, 我就知道这只妖喜欢你, 所以特地在你身上放了这个, 原来玉神在天翼的身上放了一个追踪器, 然后一路通过导航找到了他们, 玉神拿出捆线索, 准备让天翼将雪妖抓住, 可就在他转身念动咒语时, 天翼竟然将玉神给绑住了, 因为自己上辈子辜负了雪儿, 现在绝对不能再害他了, 于是天翼就带着雪儿来到了引渡城, 可寻找了半天也没人愿意帮助他们, 而就在这时, 一个卖花女突然对着天翼说道, 这只妖死定了, 你知道它是妖? 我知道你是神仙, 求你救救它, 求你救救它, 你一个捉妖的人, 居然跪着求我, 去救一只妖? 天翼为了救下一只妖, 竟然跪在一个卖花女的眼前, 因为她看出了对方的身份不凡, 女人本想拒绝, 可看到天翼如此的执着, 她就说出了一个可以救下雪妖的方法, 他还有一炷香的时间, 便会魂飞魄散, 地上一日地费三须, 在这之前, 你若能找到一朵有花有叶的卖珠沙滑, 我便救她, 等到女人离开后, 天翼就吃下断肠草来到了黄泉, 准备寻找一株有花有叶的卖珠沙滑, 而就在天翼来到黄泉的那一刻, 雪妖也成功地苏醒了过来, 看着她躺在地上的天翼, 瞬间心机如焚, 可无论她如何的呼喊也都无济于事, 这时, 之前那个卖花的女员走了进来, 而她的真实身份, 竟然是奈何桥上的孟婆, 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雪妖, 原来, 那颗有花有叶的卖珠沙滑并不在黄泉, 而在天翼的心中, 只有真心爱她的人才能够找到, 随后, 孟婆又将当年的真相也告诉了雪妖, 其实男人并不是有意地抛弃她, 因为她不想让雪儿跟着自己受冻挨饿, 无奈之下, 才将她托付给了张财主, 在得知雪儿逃跑后, 男人也来到了山上寻找, 结果却不慎掉下了悬崖, 得知真相的雪妖就跟着孟婆来到了望川平原, 找到了已经失去原神的天翼, 看到她为了自己甘愿放弃生命, 雪妖悲痛欲绝, 她恳求孟婆能够救救天翼, 听到了雪妖的话, 孟婆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孟婆汤, 只要喝下它, 天翼就会苏醒, 唯一的代价就是会彻底的忘记它, 等到雪妖喝下孟婆汤, 天翼也成功苏醒, 她看到了孟婆留下的信, 也得知了整个世界的前一后果, 你为什么会躺在我床上? 我跟你说, 恢复法力的天翼, 先将玉神变成立之哈士奇, 然后又和雪妖重新开始, 在玉神的见证下, 两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, 顺理成章地结为了夫妻, 可就在他们准备洞房花竹叶的时候, 前来捉拿雪妖的师兄妹也找到了这里, 天翼本想解释, 可奈何他们侍奉玉帝之命, 随后双方就打在了一起, 可此时的天翼根本斗不过拥有神器的师弟, 眼看就要败下阵来, 取妖雀突然挡在了面前, 原来当时的她并没有喝下孟婆汤, 而是利用自己的元神跟孟婆换取了一个月的时间, 她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天翼生活在一起, 看到雪妖的出手, 三人一同祭出了神器, 就在他们抵挡不住的时候, 玉神却突然变回人形化解了攻击,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, 她已经被两人的真情所打动, 而且还弄清楚了一个道理, 如今, 雪妖的怨念已经化解, 现在她已经不算是个妖了, 随即玉神就和天兵们打在了一起, 虽然单打独斗竟然并不是玉神的对手, 但是他们的手中都有着神器的加持, 天翼想逃走, 可雪儿却并不想再逃避了, 她将孟婆汤灌入了天翼的嘴里, 然后挡在了玉神的面前, 此时的三名天兵也准备好了大招, 天翼想要上前阻止, 可却被雪儿用冰冻住, 她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爱人, 然后毅然决然地冲向了火焰之中, 而故事的最后, 天翼也成功地飞升到了仙界, 但在她的脑海里, 却始终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挥之不去。